你比方说兄弟两个人 哥哥住楼上弟弟住楼下 哥哥突然半夜内急去上个厕所 一开门把楼下弟弟吵醒了 就这么一件事 如果放在原住民朋友身上 那他的这个字数很多 原住民朋友说话比较啰嗦 对 你才啰嗦了 你不能这么说原住民 你得说他们讲话热情 热情所以字数就多 对对对 但我不能说原住民的母语 因为我说出来大口听了也听不懂 是吧 我就得说原住民腔调的普通话 带着原住民腔调的国语 对对对 但是也是原住民说话的人 他表达的内容是这样的 没错 那你给大家学一学 好 你不要说哥哥内急了 半夜一推门 这门还年久失修啊 住在山上 失气重 楼下弟弟被吵醒了 往上面一看 哎呦 这哎呦是干嘛呢 这你不了解原住民 这原住民说话的一种习惯啊 就还没有说话以前 哎呦 告诉大家我要说话了 哈哈哈哈 巴宇慈 对对对对对对 啊 这原住民要说话了啊 哎呦 死你哥哥啦 你不要怕 我去山河厕所 很快就回来了吼 哎 这哥哥也够啰嗦了 哎哎 就是弟弟还说几句呢 啊 哎 那个晚上天气很冷哦 你出去要穿衣服了 要不然明天你一感冒哦 你那个鼻子就吐石流了 哈哈哈哈 鼻子还有吐石流呢 这哥哥又说了啊 我已经穿很多衣服了啦 你不要一直吵我啦 让我赶快上完厕所睡觉 明天我们再一起喝酒哦 哈哈 哎呀这两个兄弟说话 这字还真是多呀 四句话加起来多少字 你还是吧 一百多个字 这的确很热情吧 哈哈热情热情 不过同样的事情 你如果用我们一般说的国语来说的话 哎 每一句只要四个字 哦就简单多了 简单明了 国语怎么说呢 这哥哥那集 一开门 嗝 还是那扇门的 不是他们到山上去住民宿去 哈哈哈哈 而这弟弟啊网络上一看 楼上是谁 哦四个字 是你哥哥 四个字 你要干嘛 四个字 我撒跑你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吧 四句话 是 十六个字 确实简单多了 解决了 啊 国语简单 但是还有比国语更简单的 什么语言呢 闽南语 哦就台语 台湾话 哦 台湾话来表达的话 同样四句 每一句只要三个字 哦是吗 对啊 那台湾话怎么说呢 哥哥那集 哎 一推门 楼下弟弟醒了 什么样 喜欢的 想讲你 我帮你 观众都认同你这说法 语言尽略 哎 台语简单 我刚说的是台北版的 啊 台北版的 北部版 下面讲 西瓜的 放南部不这么说 南部怎么说呢 下面讲 你别的 哈哈哈 真的要说的吗 真的是这样啊 哈哈哈 真的 下面讲 你别的 哈哈 这南部版 南部版 你小心啊 南部观众上来揍你的 不会不会不会 现在高铁也要一个多小时 哈哈哈 还是 台语反正就是比国语简单多了 三个字嘛 哎 对对对 但是还有比这个台语更简单的 还更简单 当然有啊 什么语言 客家话 哦 客家人啊 平时生活都很勤俭持家 哦 说话也勤俭 那当然省电话费啊 也对啊 同样的事情 客家人表达 每一句只要两个字 哦是啊 嗯 啊客家话怎么说呢 嘛 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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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等了等了 嗯 照这么看起来 客家话 应该是全世界最简洁的语言了 你这人就是没研究 我就告诉你 我有研究 还有比客家话更精简的 还有更简单的 当然有啊 方言这么多种 什么地方啊 山东话 哦 你老家 我老家 山东人高头大把做什么事简洁有力 同样的事情放在山东人身上啊 啊 每一句只要一个字 一句一个字 对 那怎么说呢 客家一推门子弟弟醒了 谁呀 上 用 哈哈哈